巴西 妳遇不到 鞋櫃 我來看我在發現 你們鞋都丟 人家都有鞋櫃啊 不穿鞋子嗎 為什麼大家有在門口 就是分個鞋櫃 然後是親人家 就是換一個 一個駝鞋的人進來 而且為了就是 家裡面已經很小很窄了嘛 對 所以鞋櫃都放在 走那個門外面 電梯口 梯梯啦 對 對 然後就 然後搞得鄰居們不開心 大吵鬧 台灣都這樣 是不是 對 你遇到這樣的時候 對 都這樣子對不對 台灣都這樣放在外面 對 這樣很麻煩 對 可是他們跟我說 是因為為了維生 就是不要把什麼 髒的東西帶來家的啊 不是 我到現在在台灣八年 沒有看到一個台灣的朋友 會花資金去駝地 有啦 怎麼可能 人家都不會拖地 沒有 哪有 每天都拖地 你認識的什麼樣的 對啊 我要認識的人是不會拖地的 是不是你朋友的問題 你不能一直拿 杜力跟夢多的家來講 我們每天都有用消毒水拖地耶 不是 我才覺得很好 為什麼 就是 外國人都是在家裡 一定要穿鞋子的 對 我都我也不懂 為什麼 而且是外面直接穿鞋子 都不知道 你這個鞋子去上廁所 然後要踩到尿 然後踩到尿 然後你又回來家裡 然後你準備 在家裡踩來踩去 家裡全部都是尿 而且他們還踩地毯對不對 做妳是地毯 為什麼 妳們外國人都不穿 沒有 還在床鋪上跳來跳去 床鋪 因為睡覺的時候 我才會脫鞋子 為什麼外國人都不脫鞋 是不是你們很羨慕我們 什麼東西 沒有 還好耶 你剛剛從哪一段聽出來的 為什麼要講 我們穿鞋子有什麼關係 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穿鞋子進房子 跟你有什麼關係 有關係 不是 我之前的室友就是黑人 然後我就跟他一起住 然後他就是 每天就是穿鞋子走來走去的 但我就沒有辦法接受 而且重點是家裡一定要有地毯 而且地毯一定要是那種 棕色的 比較膚色的那種 可是你穿鞋子 然後又裁來棕色的 所以呢 過了差不多一個月後 那個地毯全部就變黑色了 還有啦 就是住了那個席櫃以外 我發現台灣房子 為什麼你們是喜歡 因為有一件是做礦場吧 那我爸爸是 就我們只挖水晶 就是一直賣給台灣 我就一直不知道 你們為什麼要賣那麼多水晶 台灣的家 都是用那些織水晶洞啊 水晶洞啊 很多巴西來的 水晶球啊 還有像那些 因為有某一個地方 那個邀錢的那個 邀錢的那個計畫 對 然後過年你們會把一張紙 就是紅色的紙貼在門口 對啊 因為就是一直有 詹惟宗這樣的人 在叫大門 沒有 我在說跟他做一個比較嘛 就是我們就不匯遇到這些東西啊 不是 因為台灣人很多看風水 對不對 我家的 還有那個 幾乎每一家都有啊 對 可是我們國外沒有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那個什麼東西 我剛到台灣的時候 因為台中有很多房子 他們樓下是客廳跟廁所 然後樓上是臥室 然後我在台中的時候 就是我早上起來 然後覺得很餓嘛 可是家裡沒有什麼東西 因為你們也沒有什麼早餐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沒有哪一種 在家裡可以找到的 已經好的早餐這樣子 然後我就走一走 我看到這個那個 神桌 然後前面有一張桌子 然後上面擺著很多新鮮的水果 那我就說 他們應該還蠻重視營養嘛 因為就是早上吃水果很棒 然後結果就過了半個小時 阿嬤他起來 他就上來 他要拜拜那個祖先 他說 欸 水果這麼不現了 祖先選怎樣 你先來了 而且裡面有那個 香蕉蘋果跟那個六成 還有那個 今天祖先很餓 沒有 豬肉都吃了 所以也是我剛好吃的 他們的祖先最喜歡 生前最喜歡 吃的東西 所以阿嬤真的想 姓那個祖先出來先領植了 然後這就很不好意思 可是我覺得很內疚 所以我還是跟他說 阿嬤不會 這是我吃掉的 她的神像說 可是我早上8點 我要去那裡買水果 所以我走了兩個消息 她祖先會 當成飯店的早餐 對啊 把費啦 你進去有先報房號嗎 再吃早餐 你想想看她的鄰居有沒有 然後早上在做藍營 生南藥做早餐 然後看到隔壁有一個人 在吃水果 她真的覺得她看到果然 你知道嗎 神圖先回來了 對 大概就這樣 我是喜歡放著有這兩桿 然後我在台灣最不喜歡 就是你們的窗戶 都是 毛玻璃 除了就是比較新的方子 我是大部分 都有這種一塊一塊的玻璃 然後那個廣播會真的 就是毛玻璃啊 像這種 然後完全看不到那個景色 你把它換透明 你鄰居會很高興 很光光的 你讓透明 你家有那個雞在下面 鄰居會幫你換啊 你講嘛 大神會幫你換 我跟你說 你放透明的 還有那個一塊那個鐵 那個可以 鐵磚啦 鐵磚啦 對 那為什麼 我住在六樓 旁邊 就是那個鄰居 就是怎麼說 他們不是靠近我的窗戶 比你遠啊 沒辦法 那個小都不會爬上去 不是 他們是有方式 很多小孩子會摔下去 所以他們在外面都會放那個鐵 可以開可以灌啊 對啊 但是有些小孩就會爬 爬就這樣 他就摔下去 台灣好多這種案例 然後我們在法國是比較 我們的窗戶 外面是那種木頭 所以可以開可以灌 所以你在家裡的時候可以開 看到那個風景有自然光 那你出門的時候就可以灌 那鄰居不會進去 對 因為那個法國那個 灌起來其實還滿透風的 木窗啊 那木窗還滿漂亮的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比較就是向下 南法的房子 好棒哦 對 自然光好 其實我覺得這很像 這跟都里一樣 就是南法是比較向下 可以賣這種 或是蓋這種很大的房子 然後就是還滿便宜的 比台北就是可能是 兩個房間的公室 在法國可以買這種房子 你說在南法 對 可以有就是 葡萄園 哇 有自己的葡萄園 比方說這種房子 這是在普羅房子那邊 那邊有旁邊是薰衣草嗎 對 然後可以用那個 好浪漫 對 好浪漫哦 對 然後這個是那個窗戶 比方說你們看 就是那個很漂亮的 就是我們就要一種裝飾 所以你們蓋房子的時候 就是我們必須要就是 做那種很漂亮的木托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台灣的金子都很小 然後他們都放很低 那是你太高了吧 沒有 你們覺得很好會方便哦 你很方便 我好不方便 馬丁也沒有 鏡子就是這麼小而已哦 那為什麼要放那麼低 然後洗手台也很低 我每天早上 我就是要洗臉的時候 我腰都很痠 我就是要這樣子 不會啊 你問夢多 他的尺寸就剛剛好 剛好 對啊 沒有 還要刮鬍子的時候 你就是要這樣子 而且我要刮頭哦 那個因為鏡子太 太低了 我才有辦法看到 那你去電梯弄啊 電梯的鏡子都很大一面 不講到電梯啦 但是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 然後台灣的廁所 為什麼都沒有放那個 洗澡的那個客人 對啊 鏡子都 因為台灣人 習慣洗澡順便洗浴室 一次沖完 對 洗完就把它沖掉 所以它不會有鏡子的 他們一次 那都是變成你每一次 洗完澡都要擦 順便沖一沖 沒有啊 它就是洗完浴室 然後有窗戶就打開窗戶 它就早上起來就乾啦 對啊 如果沒有窗戶的話 就雞嘴發臭啊 你好消極哦 會開門啊 對啊 應該其他國家沒有吧 可是台灣真的就是 邊洗澡邊洗浴室 邊刷這樣子 現在法國越來越流行 就是他們會蓋 就是 更多學生的房子 就是很小 然後它會就是那種 船 那個床的洗澡 就是那個洗澡是那個 怎麼說 那個Sink 就是你的洗澡 你說那個在浴缸裡面沖澡 對 它沒有 因為太小沒有空間 所以它會 它會該這種 對啦 空間就比較小 太小啦 我也覺得台灣的那個廁所很奇怪 因為大家知道我很會大便嘛 講八便 對不起 反正就是問題是 因為比較少見就是有那個 可以吸屁屁的那個 日本到處都有 每個都有 免治啊 每個都有啊 對啊 所以啊 你知道嗎 我一開始來台灣的時候 我的屁股超痛耶 因為就是我一定是 因為你不能洗 你就索性不擦了是不是 不是啦 結巴 不是啦 沒有 不敢怎麼樣 就是說在台北的 比較高級的飯店什麼 都會有嘛對不對 但是呢 問題是 工作的時候 比如說寄外景好了 那就是一定有衛生紙嘛對不對 但是一天比如說 而且是我的外景一直吃東西 那我一定會拉肚子啊 而且就是一天就是拉三次 那三次的時候 我的屁股就會流血 不是 因為日本的衛生紙比較細 很軟 對 對 所以 對 講到重點 我所有現在進外景的時候 我都買那個日本的衛生紙 這是你個人腸胃的問題 這沒看我們什麼樣子 為什麼是你自己個人屁股太嫩啊 對啊 對 我對 想說 Vikings 其實 смож